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天氣報告》 我是章佳俊 一個偏東氣流,今天影響著廣東沿岸地區 而看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見到 今天廣東沿岸地區的雲量都不算很多 雲雨雲之下的納粒都比較大 所以下午 我們從維港看出去都見到幾好陽光 受惡於這麼好的陽光 所以下午最高氣溫都普遍去到29至32度左右 但值得一提的就是 在雷達圖我們可以見到香港附近都在漁區發展 所以大家出門口的時候都要記住戴上一把傘 之後的天氣 我們預計這股偏東氣流 會在未來一兩天繼續影響著廣東沿岸地區 這一區雲量都比較多 去到周末期間 受到偏南氣流影響 華南地區的氣溫會變得炎熱 但亦都會有幾陣遮雨 去到下週初至中期 受到高空擾動影響 華南地區的天氣又會變得不穩定 有趙雨和雷暴 至於今晚昨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今晚會有幾陣趙雨 各部地區會有雷暴 而至於明天的日間 部份時間是天色明朗 氣溫是約23至26度左右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偏東風 晚間風勢會逐漸增強 之後的展望 我們預計星期五的風勢都會頗大 星期六暫時會有陽光 而去到下週初天氣會漸轉不穩定 今次的天氣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再見